最瘋狂是她 她 她最錢啊 陸下飯店開箱影片 作家黃大米花21萬 參加高價歐洲旅行團 但其中幾天住的飯店 讓她有很多話要說 不然啊 我給你控 你會怎樣 你洗完所有的水都會流出來 乾絲分離的淋浴間 但悶上的膠條 疑似無法密合 洗澡的時候水會往外潑 讓黃大米自嘲 洗完澡都要當灰姑娘 黃大米也丟出了行程表 表示旅程中有三晚 要住在影片中的飯店 位在意大利佛羅倫斯 並不充看到房間後 有跟領隊反映 對方卻回應 因為住的地點很好 很是中心 她上網一查 房價一晚六千多塊 我自己本來真的很喜歡 這家旅行社 所以才會帶著 三個粉絲一起來 而且我沒有要過折扣好嗎 旅行社強調選擇 飯店的考量講求地點好 也是為了方便旅客逛古城 不過黃大米也開箱其他粉絲 住的房間 一樣在佛羅倫斯 團費比他們低 卻比他們住的還是中心 浴室還有浴缸 那他說房間太小這部分 我覺得他可能有點誤會 因為所有的在佛羅倫斯 這種古城區 就是我們知道這種 歷史區的酒店 它是沒有辦法改建的 水管啊排水的狀況的話 其實這也難免啊 因為在這種老房子裡面 他有一些水管 是沒辦法直接搭建在外面 雜大前參加高價團 卻住得不滿意 只不過旅遊體驗 健全健至 但黃大米也PO文表示 至少這家旅行社 他不會推薦 TVH女建成的文心 台北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